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斯迈·沙比里宣布 明天起落实复原行管令RMCO的周数 可以在符合条件之下互相跨州旅游 他说这项措施只适用在已落实复原行管令的周数 其他行管令包括正在落实有条件行管令CMCO 和强化行管令EMCO地区依然不允许跨州 他表示该项措施的条件有 第一,旅客只能和已经向旅游部注册的旅行社随团旅游 第二,乘坐已经向旅游部注册的旅行巴士 第三,不允许独自旅游 他补充,旅行社还需要获得警方的同意 并直接抵达目的地 Setelah membuat penilaian risiko bersama-sama agensi terlebat 尽管吉他依然在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但基于附罗交易一定转为律区 而且属于岛屿 因此政府决定明天起将附罗交易转为落实复原行管令 此外,政府同意有条件行管令CMCO 特定地区举办直播或现场活动 例如演唱会、文化表演 允许观众入场 但人数上限为场地容纳的50% 至于复原行管令RMCO的周数 则允许100%的人数 但必须保持至少1.5米的社交距离 maka mesyuarat bersetuju untuk membenarkan acara langsung dengan kehadiran penonton bagi kawasan PKP besyarat dan PKP pemulihan seperti berikut kehadiran 50% kapasiti ruang acara dengan membatuhi aspek penjarakan fizikal selamat menikmati